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圆区安置是权利 圆区安置 黑不容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就是喜惠的發水樓 怎樣為發水樓呢 你看到突出來的露台和雲石窗台 都是一個發水形式 其實我是在船街出生 大約10至12歲 跟家人搬來船街 到我約20多歲結婚的時候 香港有18區 為何我區區不買樓 是要買船街呢 其實當時我買船街的時候 我有一個考慮就是 因為我在船街 還有一些舊的街坊 有一些舊的朋友 可以真的某程度上 可以協助我一個生活上的需要 其實我們在這個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畫面 我們當時是用一個蜘蛛網的形式 社區網絡 因為我們原本是打算用黃絲帶 但因為黃絲帶實在太貴了 我們就用黃色的雷龍繩 當時都很重要的 我們在不同的情況裏面 叫了所有街坊下來 集合在下面 不同的街坊又有部分在樓上 其實樓上的街坊 放一些黃繩下來的時候 我們在單號 扔過去雙號 雙號又再次放上去 在上面那個不規則的綁合黃繩行為的時候 其實都令到在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社區網絡得以保存 其實在那個情況裏面 街坊的態度都真的很開心 亦都很齊心 大家只能夠從上面看到的東西 在現時這個畫面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做的行為 其實是一個升級大行動 是一個很短的過渡期 就是看我們的利東街 這個升級純粹是一個過渡性的行為 這個情況大家要先來 都要有些反應 大家要拿集片資料 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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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